I Idol 我是蕭金揚 I Idol 我是蕭金揚 I Idol這個 表演 展覽的名稱 其實講起來也是 這一年 或是進入這個圈子當中的 這一次的感觸 因為 在這一年 惠妮休斯登 突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上 鳳飛飛 突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上 一直到最近 Beaches的Bass手主唱 她也離開 自己要辦展覽可是自己偶像不在 那種感觸其實是 有一些落寞在裡面 我就想了說 跟大會說 可不可以 我跟Akibo這個展覽的名稱叫做 其實也是自己的許願 有一天我可以跟我的偶像 一同老去 旁邊的一群朋友說 蕭青陽 這樣聽起來好難過喔 我們要辦展覽耶 我們再開心一點 還有很多偶像陪在我們身邊 隔了大概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想那我怎麼樣可以 開心的起來跟大家分享 突然有一天 靈機一動 那我就把幾個字拿掉好了 就剩下我偶像 開心一點 其實我旁邊的人 Akibo他都是我的偶像 我還有很多偶像可以陪著我 讓我很高興 所以他跟我講我就馬上贊成 因為蕭青陽是我的偶像 所以可以跟自己的偶像 一起做一個展覽 他就從難過的事變成開心的事 不管時代怎麼變 不管他的載體 到底媒財市場怎麼改變 但是音樂跟視覺 是永遠不會缺少的 這個一個豐富的時代 一定需要這些東西 那我想我們的展覽 就是要告訴這些年輕人 一個訊息 就是一定要去做你想要的事 一定要崇拜你的偶像 勇敢的把你想做的事 你要崇拜的事情 去把它做出來 那這是我覺得 也是這個展覽的另外一個目的 我想展覽裡面有很多 它不只是實體 就是它 終於有機會 可以把那個盒子打開 可以把當年遇到歌手的第一次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聊聊 我覺得每一個封面 如果嚴格來說 每一個封面都可以寫一本故事書 或者是拍成一部電影 都不為過 因為其實它就是很豐富 然後很多人 花很多心力去把它做出來 我們應該來出一本書 就是把所有 唱片專輯的工作人員表集合起來 講得我好興奮喔 很可貴 它可能會找到一些連結 那些都是心血的結晶 然後大家不同的時間 正在熬夜 正在打拚為自己的作品 然後共同後來 變成那張唱片 你看這麼多 好幾千張的唱片 要放在一個時候 突然重新被看到 我是除了珍惜以外 覺得它真的好可貴 自己要專心去把它做好 他 Akibo 李明道 我的偶像 他 肖青陽 我的偶像 我偶像 整個暑假 在高雄柏爾 腳踏車場 自行車場 噢 這不是一樣嗎 整個車怎麼會跟自己的 有不一樣